好 那我先來問一下Grace 如果今天你是那個記者 我們不要說人家有他 我們就說如果今天是記者 他這樣嗆你 你會怎麼樣來回應啊 我跟你講 如果那個記者這樣嗆我 我一定會罵他啊 發言人發言人 對不對 嗆聲小朋友耶 我一定罵的啊 對不對 怎麼會不罵 對不對 趕羚羊耶 你們把我找來 對不對 把我當羚羊嗎 對不對 你把我找來 我是記者 我要問問題錯了嗎 那我要問問題 你還打斷我 我說難聽的 你把記者找過來 難道是配合你們演出嗎 當船身 所以我覺得這個邏輯 很有問題嘛 今天記者要問你的問題 很簡單 就是請你交代一下 現金的問題嘛 為什麼 因為現在外面 大家都很清楚嘛 柯文哲的政治爭操 簡直就是被人家發現 這一些啊 不清楚的這個現金 所以呢 就是所謂 簡單來講就是 柯文哲的政治爭操 毀於解釋不清楚的爭操 是 那如果說像是 除了吳怡軒嗆的話 黃國昌也在加碼嗆 然後他就要問你說 外界是什麼 誰是外界 你跟我說外界是什麼啊 外界都我們 我們都是外界啊 我跟妳講 除了民眾黨的內界 其他都外界 好不好 今天是記者節 但是記者節 竟然有人嗆記者 那這個也是蠻諷刺的 嗆記者的 竟然也是記者出身的 這個吳怡軒 民眾黨的這個發言人 他為什麼要嗆記者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今天整個記者會的現場 我們今天的這個 整個記者會 就到這邊結束 我還有一些問題 我們已經到這邊結束了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也謝謝各位 所有媒體朋友們的語會 外界都在關心純大筆 現金這件事情 可是他們說 請問東森的記者 你現在是 為什麼要特別的 在影響我們的記者會流程呢 請問還有什麼問題 沒有回答你呢 外界好奇大筆現金 我們先 我們記者會先到那個程度 沒有啦 其實我覺得 東森要這樣搞也沒關係 就 就現場直播嘛 是啊 現在是怎麼樣 先提一下 你說外界質疑大筆現金 第一個 外界是誰 第二個 大筆現金是多少錢 他說純錢這件事情 可是外界都說 那個大筆的現金資金 好像不知道從哪裡來 沒有 我在具體講 第一個 外界是誰 大筆現金是多少錢 請說明 要不然我不知道怎麼回答你的問題啊 外界是誰 大筆現金是多少錢 請您說明 要不然我們真的不知道怎麼回答 您的問題啊 大家要這樣子 以後我們麥克風都會控制著 我們今天是相信各位 會依照我們的程序進行 那以後如果這樣 那我們不會讓大家自行拿麥克風 我們大家要有默契好嗎 我們大家相信大家可以發言 按照我們的流程 結果如果你霸占麥克風 然後讓我們的程序上面 出現這樣的狀況 是我們造成的嗎 你們一直打斷我們的問題啊 你們一直打斷我們的問題啊 不要緊張 對啊 我們可以一直在調香 欸 製造的記者也 快點 沒有 記者朋友 謝謝 謝謝 大家最近的時間都辛苦了 我相信真的都很辛苦 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這個記者會 其實就是凸顯了 在偵辦的過程當中 偵查不公開已經是一個笑柄 然後現在竟然還會有特定的風向 帶給媒體 帶給社會大眾說 台灣民眾黨要求偵查不公開 但是又要求 檢調要把證據拿出來 這兩件事情是矛盾的 我要跟各位說 這就是在滑坡解釋這件事情 就是在惡意帶風向 偵查不公開 跟要求檢方依照程序 用證據辦案 完全沒有漢格 這兩件事情 完全沒有衝突 所以也拜託大家 在這麼資訊不透明 資訊這麼混亂的狀態之下 不要用這種拼湊的方式 再羅織罪名 那我們今天的整個記者會 就到這邊結束 我還有什麼問題 哇 真的很怕耶 嗆記者啦 現在這是要怎樣啊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他就直接 因為這個 說實在今天整個記者會 他其實有一個敗筆 他就是 給記者問問題的時間 他就是吳怡萱就說 有沒有人要問問題啊 結果他 這個還沒有人講的時候 吳怡萱就說 那我們這個記者會 今天到結束 結果在東森就開始問問題 然後吳怡萱就嗆說 你現在 你現在是要這樣子搞嗎 這個你為什麼要特別影響 我們的這個記者會流程呢 請問我們還有什麼問題 沒有回答你呢 我覺得還有一個令人憤怒的是說 如果大家要這樣 以後我們的麥克風 都會進行控管啊 那大家要按照我們的程序進行 哇 真的很怕耶 好 那我先來問一下Grace 如果今天你是那個記者 我們不要說人家有他 我們就說如果今天是記者 他這樣嗆你 你會怎麼樣的來回應啊 我跟你講 如果那個記者這樣嗆我 一定會罵他啊 發言人發言人 對不對 嗆聲小朋友咧 我一定罵的啊 對不對 怎麼會不罵 對不對 敢領養欸 你們把我找來 對不對 把我當領養嗎 對不對 你把我找來 我是記者 我要問問題錯了嗎 那我要問問題 你還打斷我 我說難聽你 你把記者找過來 難道是配合你們演出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邏輯很有問題嘛 今天記者要問你的問題很簡單 就是請你交代一下現金的問題嘛 為什麼 因為現在外面大家都很清楚嘛 柯文哲的政治爭操 簡直就是被人家發現這一些啊 不清楚的這個現金 所以呢 喔 就是所謂簡單來講 就是柯文哲的政治爭操 毀於解釋不清楚的爭操 是 那如果說像是 除了吳怡軒嗆的話 黃國昌也在加碼嗆欸 然後他就要問你說 外界是什麼 誰是外界 你跟我說外界是什麼啊 外界都我們 我們都是外界啊 我都不是外界 除了我跟你講 除了民眾黨的內界 其他都外界 好不好 民眾黨是內界 你是外界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黃國昌他只想要幹嘛 他只想要跳過這一題 他們整場記者會 搞不清楚嘛 陳政你在說什麼 說這個什麼 一下啦 這個啊 一下陳志涵的臉書啊 寫得人家媽媽好像過世了 佩琪的媽媽 這個什麼的錢 結果忽然間說 沒有 他也是被媒體誤導了 所以呢 他媽媽還在 是爸爸過世 哇 你陳志涵講話 也是顛三倒四啊 昨天陳佩琪解釋他那一百多萬 那為什麼要解釋 就確實真的是有那一百多萬嘛 所以就是變成別 你自己就是說 陳志涵他們自己講話 可以顛三倒四 都不准別人問問題這樣 對 所以我覺得這整場記者會 你看 為什麼這個 吳怡軒要這麼氣 或黃國昌要這麼氣 他們以為他們是什麼 吳怡軒以為他是製作單位 是不是 控場的 我也覺得他突然為什麼 突然生氣啊 而且坦白講啊 我覺得不能夠理解是說 其實他們在場有三個記者 一個是陳志涵 然後一個是吳怡軒 不要忘記張琦凱 琦凱哥 也是我們資深的這個媒體前輩 然後後來還有一個 他們這個發言人出來緩加說 哎呀我也當過記者啦 我知道啦 你們也有長官交班 他還講什麼 他還講說 哎呀 今天還是要祝大家這個 記者節快樂 拜託 你就是你們搞大家很不快樂好不好 對啊 我也覺得說 那現在問問題有什麼問題 你們就按照我們要問的問題 你就回答就好了 那你的問題就是因為你問了問題 有問題 你現在是要這樣搞就對了 對 這樣我們兩個要互相 你現在是要這樣搞就對了 對不對 對 我就這樣搞死你 可惡啊 我真的覺得他 所以他這樣嗆記者 他就是讓全台灣人知道什麼 他在恐懼 是 他在害怕 他很怕失去控制 所以他最擔心的是失去控制 所以自己的情緒 先lose control 所以就演給大家看 看得非常的清楚嘛 而且你會發現 今天陳志涵意外的安靜 在這個時候他就坐在下面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造勢者之一啊 你說的對 而且我覺得後來那個誰 張祈凱也 因為他是媒體 媒體我們的資深前輩 他也看到整個情況有點失控了 所以他趕快出來打圓場 對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你一方面要住記者街快樂 不過我覺得Grace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今天你是請記者來 請記者來 遠來是客 結果人家來 我幫你報導 我覺得有時候民眾黨是 給我的感想是這樣 他們很喜歡記者來當傳聲頭 然後又很注意流量 又很注意外界的報導 結果你來 結果對你不利的 要追問的 你就嗆人家 我就覺得 你看不懂這一局在演什麼 而且這個題目很難嘛 這個題目其實你可以好好的解釋 其實是得分的 因為什麼 因為東盛人記者是問你說 有沒有大筆的現金 那你大可以回應嘛 你可以跟大家講說 關於媒體寫了700多萬的這一個 是假的 你可以講啊 你不要一直說是媒體造謠啊 第二個你也可以直接說嘛 那170萬 那是這個陳佩琪在這個 拿到了之後 一筆一筆的存在ATM 因為他白天沒空嘛 所以晚上才有時間去存 你可以好好的把這些事情解釋得清楚得分 然後好好的跟大家溝通 結果他完全放棄溝通 直接用嗆的 為什麼 做賊心虛嘛 是 譬如說我跟你講 你問我說我剛去哪裡 我說沒有啦 我剛去外面走走 那你跟別人吃飯嗎 呃 不是啊 你問那麼多幹嘛 你什麼事 別人是誰 吃飯是什麼 別人是誰 別人 別人的定義是什麼 你跟我講清楚 你現在要這樣搞就對了 你現在要這樣搞 死人吃飯不能吃麵嗎 那我最後一個問題 你就是說黃國昌 大家給他印象就是他很喜歡 以問答問 我記得那個大法官尤博翔 也曾經這樣子跟黃國昌 就是說你現在是以問答問 所以他今天也是這樣子 就是說媒體在問他 你這個外界講說 這個你這個現金 是大筆的現金 存入ATM是怎麼樣 結果他就會開始 我覺得很厲害 他就馬上問你說 外界是什麼 外界是什麼 誰是外界 哇 我覺得黃國昌最強的 第一個啦 他要推動什麼 國會調查權嘛 就你這一次民眾黨 發生那麼大的事 從政治現金 你怎麼就不推動 你可以成立一個組織端 專門去查你們的政治現金嘛 第二個 柯文哲的事情發生了 你也不承認一個調查小組嘛 你也不成立 你中平會也可以設立一個調查小組 你不設立的 這個很怪嘛 接下來 你自己最喜歡敲人家反質詢 結果你一直反質詢 對 他今天一直反質詢耶 算黃國昌上演了一個 連他自己 不管是國會調查權 或者是反質詢 他自己都無法控制 然後自己也沒有辦法做到 他憑什麼要求官員配合他 好啦 你現在是要這樣搞就對了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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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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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